所以这个概念是清净煤的意思吗? 我很多看过去 短的答案是我不知道 成本太高 效率最差的亚临界燃煤机组 和效率最高的超超临界燃煤机组 他们的排放量差距其实非常小 只有15%而已 最多15%而已 专家指出 赖魁口中的超超临界燃煤机组 空污排放量无法跟天然气划上等号 商药电厂一盖下去 排放出来的氮 氧化物 以及二氧化碳等空污 相当于160万台小客车 更别说政府完全没提及的 拱污染 现在有四个国家 在世界中的G7领域 已经决定了 完全禁止氧化炉煤机组 什么都能够成功 重要的是 它变得更多的地方 以新的新的新的能力 而成为新的氧化炉煤机组 别人是2025要淘汰燃煤发电 我们却是2025燃煤发电占三成 民进团体找来国际专家 用数据告诉政府 甚至下站帖邀请赖魁来辩论 但遭到拒绝 事关北部六县市 一千多万名居民的健康 专家学者远赴台湾捍卫 就看政府踢不踢的进去 华与新闻 郭彦廷 黄云城 台北报道 和增与新闻 那边1个月